老闆你好 你好 我们来介绍你的机器人园区 先请你自我介绍一下 我本身是做美工科的 你说你是美工科背景 你是有做过所谓的纯艺术 还是做设计相关 都有 我也做过广告公司建设公司 然后自己也经营过室内设计 你要不要讲一下 那时候是怎么样接触到这些零件 然后慢慢拼凑出你的机器人创意 就是之前有在CNC的线切歌公司上过班 然后那个是一个亲戚开的公司 然后就是工作量比较轻松 然后就有一些咸鱼的时间 然后利用那个公司生产的那些废五金 来做一些小模型 小机器人 组合起来 大家看着觉得做还不错 然后也有兴趣做这个 然后就继续做 然后越做越多 你有没有讲一下CNC线切歌 一般人不了解 是什么样的工作 CNC就是开模具 就是它要生产一个金属的 大部分都是金属的 器皿或是一些用具 然后就是用很多的模具 去车床去压缩 压那个形状出来 然后变成可以使用的工具 然后那些歌的形状就是会有一些废铁 就是为了做金属的模具 会产生很多模具以外的废料 对的废料 一般都是回收掉的吗 一般都回收 你怎么样会注意到这些废材 然后自己把它拼装起来 就是有些客户就是说它开发的那个样式的造型 有点特殊 然后我就想说把它拼装起来 做一个小机器人一好 又加个五官 就很像机器人很Q版的 很可爱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是你手边的工具都很方便 因为那是不是就基本要焊接 不用焊接 那就是砖孔啊 锁螺丝啊 简单的 那一些我们那个线切割的里面 都很多的加工的器具都有 砖孔机啊 研磨机啊 喷杀机啊 都有 然后那是你大概几岁的时候的是 40岁 作品越来越多 然后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可看性有 然后就是最主要有时间啦 所以每天有时候就是下班还去做 做到9点10点还在做 你那时候都是自己埋头在创作 还是会到处去看 看别人怎么做机器人 会参考一些网路上的啦 就看图片就可以了 稍微看一下这样子 因为一般这个大部分都参考那个模型 我是没有接触过模型 那模型的那个是感觉也蛮细致的 只是说它是大量生产的 不一样 我这是单独的作品 你那时候在创作的过程都完全是个人收场 都没有想要把它变卖掉吗 因为每一个作品都是独一无二啦 那卖掉就没有了 那也没有办法量产 那后来慢慢怎么走到这样的一个园区 就是在那个先锡公司做了20年 然后我那个制作的时间很 就是将近20年的时间都在制作 然后就有一个量 做一个量出来 那时候就想说我可能是找一个地方啊 把这个作品来发表 找了四五年了 一直没有找到合适场地 大概三年半前 就找到这个园区 刚好要顶浪 那我就把它承接下来 当初跟这个老板也熟 因为他之前 也是做那个大型的变形金刚 但是他的名字叫金刚基地 也可以搜寻得到 就是做大型的 那作品不多 可是就是 也是他算台湾第一个做的 就是四米五米高 可是你找到这个基地 那你正直就要离开啊 对 那时候就是 来开发这个 就是要 投入一个新的工作这样子 那对你不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需要考虑的地方 等于说你要有资金 然后你作品要有一个量 那就是缺地点 然后找到这个地点就是 刚好 蛮像是刚好 这个符合我的要求 也有大型的停车场 那园区不算大 有将近600坪 也够用 把这个场地租下来使用 这样子 所以你的作品就开始 从那个小摆设 变成大型的户外 对 因为我的小型的作品 差不多有上百件 然后就是整个都是在室内展馆 那等于是快要摆满了 然后就是开始做户外的摆设的部分 装置艺术啦 或是可以乘坐拍照的啦 来这边三年才开始做这些户外的 好你的机器人创意基本上都是原创 都没有模仿 那为什么你会坚持自己原创 而不是像很多人很会做变形金刚这样 因为我这是创意园区啦 就是要有自己的构思 自己的创作 那你抄袭就是不是我的初衷 那我的创作的整个过程 不是说我先设计好草图啦 或是设计稿 再去找材料 我是依有我现有的材料 我材料很多 现成的 对 因为我要做一个机器人 这双手也可以有三组可以选择 那我就材料越多 我选择越多 然后就选择哪一个造型啊 size啊 比较刚好的 就来组装 所以这样讲你就要囤很多废体 对不对 我原创公司那边有一个阁楼 差不多有60坪的那个场地 让我放那些废体 那你现在还是用锁的吗 还是已经有到焊接了 小型的就没有在做了嘛 然后户外这边就是要焊接 就越做越大件就对了 目前三年这样 刚好就疫情这三年 对 就是这样 就是也怎么讲 那个人家说十年磨一件 你磨得再厉 遇到疫情都生锈了 都顿掉了 可是至少你有没有花很多时间可以创作 专心创作 对 变成是 比较多余的时间就是来做创作 那未来打算呢 有没有结合一些餐饮 或者是住宿什么的 我之前 两年前有做餐饮 就是有 减餐 工餐 然后就是做两个月 疫情就开始爆发 然后甚至停快三个月 禁止营业这样子 那目前就今年又开始 年初 元旦开始又做一个小吃部的小餐饮 就是炸物啦 饮料啦 咖啡这样子 自己做吗 那我女儿 你会想要一夜结合吗 就是直接找一些 各行各夜进驻这样子 可能碍于场地 可能没办法 我顶多那时候有在 想说 顶多就是餐车啦 我就是活动式餐车 那个小型的 比较不占位置的 只有这个可行性 有没有想要结合民宿啊 民宿他是一直建议我这边做民宿啦 你不要那么辛苦 就做民宿 我每个月担保你怎么样怎么样 可是那也是脱离我的初衷啊 你初衷就是希望你的创意 能够设计被看到 那你有没有开发一些简单的 机器人DIY啊 DIY就是要再找素材 素材要找到要有个量嘛 那我女儿他在一个高中的那个同学啊 他有在大陆 有发展那个类似DIY的机器人 有小型的有大型的 大型的一尊差不多一万多块吧 小型的三百三百四百这样子 也是可以DIY 就是索业简单螺丝 他那边大陆有20个设计师 那作品有差不多3000样 一直在开发就对 有3000样 然后淘汰了2000样 所以比如说去府纯金哦 剩下的都1000样就是最精致的 然后也是慢慢在台湾在铺铺店这样子 那你想带进来吗 我之前有跟他爸爸来这边谈过了 那就是应该会做小型的贩售这样子 跟DIY的那个贩售 DIY就要有人带了耶 他那个是可以做成摆饰或项链 简单的简易的几个螺丝锁一锁就可以了 我知道还是要有人教导吧 不用现场有个人指导吗 如果年纪偏小学以下可能需要 高中应该是不需要 五六年级应该一看就知道 他可能有那个拼装图 简易的锁 所以基本上就是买回去自己装就可以了 也可以 不一定要在这里 那可能十个螺丝而已 就是头啊头部啊 四肢锁一锁 一个背绑的翅膀什么锁一锁就完成了 我看你园区能力还是很精简 等于你还在摸索那个方向 也没有摸索 因为就是够用就好 因为是开销的问题 成本就尽量精简 可以运作就好 所以你并没有想要再让它更大规模的扩展 场地就这么大 你说要再做 我是有想到是在做露营 就是开放露营 人力要可以消耗得了的话 露营是比较单纯 你就是因为看到这个园区才来到埔里 还是有什么地缘关系 埔里就是一个观光的景点 到处都有很多景点 然后就是看了一大圈之后都没有找到 刚好这边就是刚好它要顶浪 我就把它承租下来 所以你现在也喜欢露营吗 喜欢啊 我已经出了三年多了 我就住在后客屋那边 那边就是有客厅有房间 就是你的工厂跟住家已经结合在一起了 就尽量节省开销 还会做什么一些比较大型的吗 这个在园区上还有计划摆什么大的展建 空间差不多了 就是说要有一些进一些材料 废物金材料 我会在陆续当然我创作的话是不会停止 以那个材料去创作 继续做创作 所以这样讲 应该你的个人美工科背景应该帮助很大 是 才有这样的基础 是 有那个学校就是那个复兴商工美工科嘛 蛮严格的 对 我记得我到三年级 还有人才刚考一年级进来 然后一年级升二年级 被当了十二个 他就是严格到怎样 他不是说你这个作品 这个作业完成之后 就打分数就pass了 不是 重做 每一颗都有作业 有的甚至一颗 你要做两三天 不是说我去摄影 我要加个摄影作品 去拍个照 一个行程回来就交作业 可能要画很细的东西 要唸手工这样子 近视也是画那个 作业近视的 元续画了两天半 没有什么税 才交件 然后他严格在哪里 就是第一次交过来 他满分是一百分 然后你退件之后 在第二次再交 满分就是九十分 一直往下推 越来越当就对 如果再退掉的话 可能分数就 不要再弄了 就是分数就很低了 所以刷下来的很多 好 那现在这个疫情解封好几个月了 你这个假日 大部分都是假日开放 那有没有打算配合一些活动 让这个园区比较热络一点 现在就是暑假有这个 那个夏令营的 夏令营他们就是上个月来谈 然后就排定就是暑假 七月八月寒假 来做夏令营 那他们夏令营就是小班制的 人数就不多 因为有那个房间可以住宿 也可以露营 然后就是小班制的 然后以国小以下 文言者 然后就是他们这一批 好像是三天两夜 全部都在营区做活动 然后他们是 类似乐高的 然后要出写那个程式 就是做好的那个作品 可以遥控可以动 哦 乐高结合电动就对了 对 所以你这边刚好蛮适合 你是相关的这个周边都有 那就是一般 就是来做一些户外教学 就是当天来就往返了 游软车一台两台来 然后就两三个小时就走了 你会自己想办夏令营吗 自己规划课程 自己招生 呃 现在就是有请那个行销 他就在网路在Police相关的文章 邀请那个学校 就是以国小为主 来做夏令营 那个就单纯的场地租借而已嘛 对 然后他们就是来这边上课 然后来这边游玩 这样子 你不会想自己来主导自己办夏令营 自己把你会的交给他们 呃 我会的就是 那个小朋友没办法做 那个小朋友没办法做那些东西 就是有启发作用啦 就是我们有导览 然后就是这个东西 整个制作过程的细部 然后他们让他了解 启发他们有这个 原来东西是怎么组成的 什么的过程做 可以完成 好 最后你会不会后悔三年前 那个决定来这边接了这个 然后刚好遇到疫情三年 呃 怎么讲 人就是有理想啊 梦想啊 就是说你达成你的 等于是目标啦 我的理想有实现了 那成不成功 就 对 事在人为啦 那就是如果真的疫情的关系 两年前也是想说 疫情没有终点 想说是不是就结束营业 停损了 对 结果也找了几个地方 想说把作品租借啊 因为作品也蛮多的嘛 然后也没有弹成 然后后来就是熬过来了 我如果弹成的话你就结束了 是 那等于说也都是产丹经营啦 都是在贴钱做 你会去看一些游客的网路评论吗 就是你们的那个Google评论 会看 一定会看 Google的话还打到4.7嘛 之前4.8 就是说大家来游玩的那个感觉还不错啦 还是肯定的多啦 是 不过是不是都是一定亲子才比较会想来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 因为我之前的设定是 就是纯作品 然后就是 游客来 几乎是带小孩子来 家长也有 那小孩一定会带来 然后后来就是想 既然有那么多小朋友来 就开始有做一些什么 一直桌游啊 互动的 桌游区给小朋友玩 然后做一些运动的 让他消耗体力的 一些游具啊 高尔夫啦 篮球啦 棒球啦 就做那些游具让他们去玩 因为小孩子多才多那么多互动体验 是 本来是纯粹作品欣赏而已 是 不过你这个地点还不错 就很适合进来埔里的第一站 对不对 呃 前面就是只有那个圆手馆嘛 比较大型的圆手馆 第一站可以这样讲 好 谢谢我们老板 不会 谢谢你